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 电子阅读成为流行趋势 实体书店经营每况愈驾 而在台北市重庆南路的一家书店 却因为经营者特殊的策略 书店呈现上升态势 近日 记者来到台北的这家天龙书店看到 书店里布满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各类书籍 尽管已是晚饭时分 书店里仍有多位顾客在此选购书籍 大陆本身书出得很快 书种又多 印刷又漂亮 所以一般读者来讲 基本上我们最近都是一个礼拜 不只来两天三天 甚至有的每天来 因为现在大陆出的新书很快 而且我们一个礼拜都是近200多项的书 沈荣玉介绍 台湾对于大陆图书的需求旺盛 他已经从大陆引进图书超过千万本 他还以自己为例 说明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图书的欢迎 除了引进大量的大陆优秀图书 沈荣玉还从大陆书店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取经 引进了电脑网络系统 记住人工智能 沈荣玉的书店生意也迎来更大的突破 透过他们的大数据分析 他们帮我们来选择书 哇 真的从一个礼拜100多项 现在一个礼拜都近200多项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靠计算机 靠这种数据 人工智慧未来 还是要依靠这个 不然你传统的书店 你靠着你的头脑 看着你的经验 还是没办法 以时即进 跟着上时代 重庆南路是台北市传统的书店街 在许多书店呈现萧条景象的背景下 天龙书店因为大陆图书的卖点 来自购书的顾客仍为书众多 简体字书像这些 像是诗书五经 对 然后我们可以讲的是国学 对 然后基本的诗书就是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这一些 然后更进阶版的话 就是诗书 礼乐 义 春秋这些 有关一些文史者 国学方面的经典或研究 目前在台湾算是比较实微 然后大陆出版的比较快 还有量也大 16年前 沈荣誉从重庆南路的第一家书店起步 依靠销售大陆图书的策略 书店从一家开到四家 而如今他又计划着 明年去高雄开办属于自己的第五家书店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靡大陆团医学里面 中庸 人开沿路 即发暂的大陆团医学 其兴论